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觉得上帝就在远处 生命的患难如果没有如期解决 便以为困难连到上帝都跑去隐藏了 诗人如何解决他信仰的问题呢 就是进入在那默想之中 思想上帝是谁 上帝的作为是什么 希伯来人的默想观与其他宗教不一样 他们着重与聆听与顺服上帝的话语 借着深层的默想将心归给上帝 因此诗人从观看二人对神轻慢的态度 来理解神的作为 二人不仅做尽一切的坏事 并且欺压那无依无靠的人 便说耶和华并不追究 二人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 二人做坏事时以为没有神 一人在患难中以为神隐藏 这样不论二人或一人 两者都认为神不在场 意思是神不在做坏事的现场 神也不在患难中的现场 神真的是这样吗 在这默想的进入中 从十四节就说到 上帝你已经观看 到十六节他更肯定的说 谦卑人的心愿 上帝你早已知道 这关键在于当人愿意谦卑下来 承认上帝永远为王 他不受限于远处近处 甚至是人心里的难处 当我们以为他言辞时 但在他时刻里却是早已看见 也早已听见 也预备将恩典给那谦卑寻求他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正以为神在远处隐藏呢 神不在场的感受 如同走在信仰的迷雾中 这正是我们思考 神是谁的时候 圣灵必帮助我们穿越以迷雾 建议他真实的同在 那时我们必如诗人 一样发出赞叹之声说 耶和华 谦卑人的心愿 你早已知道 你必预备他们的心 也必彻听他们的祈求 神正预备我们的心 也正彻听我们的祈求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你必不离弃你所所造的 提升我们的信心的眼光 让我们在难处中 经历你的真实 如同戴德生宣教士所说的 让我们安息在你是谁 安息在你所做的一切 安息在你正在我们里面做的 我们这样祷告 都奉靠耶稣居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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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